5年了 听说你对公司有些想法 我觉得公司诱惑太多 我参加了5年的双十一 每年都通宵达旦 每次快要下班了 总会冒出一个小姐姐 向我提非分的额外的要求 哥哥 我临时有一个新的需求 我怎么忍心拒绝呢 你看我现在哪像三十出头的人 诱惑太多 诱惑太多都还没嫁出去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 就是音箱叫婚音箱叫婚都说的吧 我在公司这么多年了 心里压根住不下别人 只有中安 只有中安奉献了青春 有时候我也需要一个经常来预告 大家好 这里是直营平台 在中安 一切好卖 热卖及难卖的产品 均由我不直接负责推荐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款传世古品 上市公司高管 身高175 体重其实年龄不强 不羁的发际线下 有着青春永驻的容颜 如有戏剧者 请直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下载重安保险APP 今天首者 我们将会为您赠送 畅游七大洲的环球旅行 的旅行写 不能只为爱情负责 你知道我们要为多少人负责吗 有多少人看不起病 因病治平 为了帮助更多人 能够有尊严的看病 我们自己熬了多少夜 生了多少病 中安人 为别人也为自己 经过老夫数十载潜心生活 终于钻研出一套抛羊毛大法 记住 四字口诀 精打细算 确实要好好照顾自己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中安的男性总是有些脆弱 动不动就崴脚和骨折 为什么放着好好的路不走 非要一路蹚坑 其实我想说 我们就是在一直不走寻常路 OMO线上线下融合模式 依靠数据和科技驱动 我们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最好的车线使用体验 走着走着 我们也走上了国际 今天飞这儿明天飞那儿 你看业务需求那么多 还要掌握各种预言 所以 现在怎么办呢 喂 我们国际业务现在进行如何 要加快推进了 东东 我的机票怎么报销呀 你好 欢迎使用废控系统 等等 业务合同优先 你懂的 我们的困难在于为之太多 在我们这儿没有什么不可能 我们正在做人工智能 我们也是第一家把核心系统部署在云上的保险公司 我们是区块链技术中的战斗机 在我们这里 每一只鸡 每一颗钻石 都能够追溯源头 我们都已经向海外的保险公司进行技术输出了 成功是成功之母 一次做第一 永远做第一 结束这锅鸡汤已经饱了五年了 都快成鸡精了 喝完 喝汤 嗯 香 熬鸡汤需要注意火候 做业务也一样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科技武艺再高也需要这个 我也需要喝碗鸡汤补补了 你知道我一天要在圆明圆路上走上几遍 我圆明圆路走就变 脚底下踏着曾经 你我的点点 我从日走到夜 心从回调到黑 我多想跳上车子 离开伤心的伤害 停 这就是你们全部真实的想法 每年的双十一虽然累 但是我感觉能够参与其中 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觉得真正重要的 是让每一个遇到困难的人 都能获得及时合理的赔付 所以这才是一份充满幸福感的视野 科技是最大的公益 当你吃到放心的食物 当你享受到优质的用户体验的时候 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吗 我们真的在走一条没人走过的路 还有比这更值得我们走下去的吗 国内第一家互联网车险 是无前例的共保模式 我们深知每一次探索对行业的意义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和投保尊享一生 我们的确吃了不少苦 但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产品通过互联网 走进千家万户 看到生命的小朋友 不用再担心医药费 看到千千万万的用户 在意外和疾病面前 重拾生活的勇气 生命的尊严 我们也就懂得了 作为一亿人国民医保的意义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充满了价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中安首位90后员工 我是中安首位90后员工 从2013年中安还未成立的时候 我就已经加入到中安 那大大小小的项目 其实到现在我已经参加了上百余个 在这期间我还收获了爱情 那我的爱人也是中安的一名成员 那非常感谢中安在这么长的时间内 给我的一个帮助还有一个支持 中安五周年快乐 我们的无界山系统 就是全球第一个建立在云上的保险核心系统 同时它也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去LE的系统 同时它还创造了另外一个第一 就是我们的开发速度 当时我记得是三个月 23个工程师不成功变成人 另外在14年的6月份最后一天 我们也创造了另外一个奇迹 就是全球保险大数据的第一个迁移案例 20亿的数据 然后从老系统迁到新系统 晚上6点开工 早上8点收工 历时两个月准时上线 然后在14年的双十一 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大考 我们的这个核心系统的业务的处理量 是每秒钟14000笔 这个是当时全球保险科技的第一高度 这些年来我们全体的健康险同学 都是为着做一一人的国民医保 这个目标而奋斗 使我们欣慰的是 尊享医生已经成为了 最受年前欢迎的健康险产品 并且拥有了最多的互联网健康险保单 我们的很多客户都说 尊享医生是他们的人生中第一张的健康险保单 这是值得我们全体健康险同学骄傲的一个事情 我们数据科学实验室利用数据挖掘图像识别 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为中安业务提供服务 探索数据智能最佳实践目前已发表 接触于一项专利发篇论文 此外我们还在正向国际赛事中获得冠军 很荣幸能够成为实验室的一员 中安五周年生日快乐 在加入中安之前呢 我是一个车险行业的监管者 同时呢也是经历过各种痛苦草点的车险的消费者 当时我就有这样的愿景 做不一样的车险 选择不一样的赛道 带着这样的梦想和愿景 我和我的小伙伴来到了中安 我们也为这个目标一直在努力 那什么是不一样的车险呢 我们是全国第一家OMO共保的车险 我们是第一个实现全国覆盖的不良网车险 我们还是第一个利用大数据建模的车险 基于以上种种的第一 自2017年车险发力以来 我们实现了连续21个月 环比GMV增速33的一个水平 陈梦想刀光剑影 呼风唤雨走天涯 现如今场景流程 自断接口视觉原型 每天都在等我加班呀 不瞒你说混了这么多年 第一次发现自己有三头六臂 从构思到开发 从渠道到上线 没有我不会的 就你想不到的 产品狗 说好听点 是产品他老妈 难听点 是老妈子 一专多能 我们是多专多能 我再说一遍 这是个bug 不是新需求 互联网 保险产品 就是要用户 用脚 投票 这五年 很值得 运营干的 就是拉心激活流存 还要保证天天不要粉 目标先行 结果倒下 使命必打 花一半的预算 完成双倍的目标 获客成本 ROI GMV 各路数据 信手拈来 倒背如流 承接新闻稿 代写业务 一个字五块钱 行情加 运营就是要无所不能 来到中安 遇见多才多艺的自己 这五年 很值得 脑洞大 敢创新 效率高 多说我们有好爸爸 可是 哪里有那么容易 中安最福利 企业省心 员工满意 我们的口号是 赋能互联网 可你知道 这网有多大吗 在风云变幻的车鞋市场 我坚信 保镖车鞋 虽倒足且长 燃行则将至 这五年 很值得 我们不打卡 因为我们几乎不下班 熬的是夜 吐出来的是代码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黄胡椒吗 夜景很美哦 技术难简单 这可能是天大的误会 中安的字典里 没有农意二次 技要懂技术 夜要懂金融 质量是我们永恒的生命线 这五年 很值得 出得了新单 做得了保存 对得清数据 提得了需求 编得了软文理的钦培案 客户业位千百遍 我也带客户如初恋 朋友多 人缘好 保险多 身价高 圆明远路走三圈 一带经宽 中不回 这五年 很值得 2013年拧到的电脑陪了我五年 2013年录制的我陪伴了中安五年 下一个五年我们会更好 五年来 中安金融从发出第一张信保保单开始 到如今协同了数十家金融持牌机构 连接了近百家生态场景 服务了三千多万用户 一位牛人曾经说过 人总是会高估自己在五年内取得成就 而低估自己在十年内取得成就 中安保险在大家的前户后拥之下 已经走过了五年的时间 在这五年的时间里 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很多 中安国际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应运而生 我们的目标是把我们在国内五年的时间里 积累下来的经验 我们的目标是把我们的目标是把我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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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目标是把我们的目标是把我们的目标是把我们的目标 很值得 这五年太值得了 中安五年 我们策马狂奔 我们很值得 未来的中安更值得期待 中安加油 中安科技加油 这五年在中安 中安人用自己对创新 对科技的追求 以及对风险的深深的敬畏 拖起了一代年轻人 五位的梦想 这五年在中安 很值得 未来的五年 在中安会更精彩